PoneHub 現在也出App 可以直接投螢幕到8K的電視 投給你們看 嗨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媽媽的新家 那之前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介紹非常多的家電對不對 有很多的像冷氣機啊 那我們好像還沒有跟他介紹過電視對不對 去年呢我們曾經到三星的展示室 去帶大家看這個 號稱顏值最高的 NIO QLED 8K的量子電視 不過呢現在疫情過後 我直接把三星的NIO 8K量子電視 直接搬回家 就在這邊 65吋啊各位看到沒 65吋的電視 48K 當初呢買這個房子的時候呢 要把媽媽接上來 之前呢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先把電視 一定是要安置好了 因為媽媽很愛看電視 我怕她在這邊呢會非常的無聊 我也沒有辦法整天陪她嘛 所以呢電視對她來講是非常重要 那麼我其實呢已經體驗了一個多月了 媽媽也都用這台電視呢在追劇啊 那個畫面真的是超讚的 她的厚度真的超薄 這麼大一台電視機 這厚度只有1.7公分耶 重點是她這個邊框超薄 0.75公分 現在你近看了 你感覺是0.75公分你是看得到 但你坐到沙發椅上面 你是完全看不到邊框 你會覺得這台電視是無邊框 很多電視機的規格都會標榜說 它厚度有多薄 我告訴你 那個厚度薄都只有邊框這裡薄 然後到中間的時候全部都 全部又邊厚 這台最厲害的是 它整個從上到下到背面 全部都是一體都是1.7公分的厚度 它把體積做到這麼小 連後面的這些基板啊 這些所有的線路的地方 全部都是平的 我覺得這個是最難的啦 那另外呢 它本身還有搭配一個極限器啊 這個極限器它也蠻美觀的 它可以上面很多的 譬如說HDMI的接口啦 或光纖啦 或你如果要外接這個Sumbar 都是要透過那個極限器 那那個極限器呢 像我現在有裝這個角座 其實它是立在角座的後面 但是有些電視如果是掛在壁掛上面的話 它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呈現 讓你的整個家裡的電視啊 看起來就是非常美觀 不會因為多了一個極限器 看起來怪怪的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它的底座設計呢 是非常非常特別的喔 為什麼特別呢 因為它是用一個角座 然後支撐著整個電視螢幕 因為這個電視螢幕 其實它本身它就有一個重量 非常扎實 然後但是它腳架呢 可以完全很穩固的支撐這台電視 我為什麼說非常的穩固支撐這台電視 因為這次呢 三星借我們這段期間呢 剛好經歷了台灣的918的地震 這次的地震呢 搖得非常用力 而且我們家又在頂喔 然後剛好那個片刻呢 然後我有記錄下 又在咬了又在咬了 又在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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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了 又在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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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非常多 之前我自己在剪輯的時候 看這些素材 我都覺得 其實我的空拍機拍起來 不過由此而已 可是放在這個地方發現 天啊 欸這個Discovery的等級的 顏色跟畫質的水準 你知道嗎 最主要因為它這次採用是 mini LED 它的體積呢 只有一般LED的 四十分之一大小 所以它是用非常巨量的 這個mini LED把它排列而成 同時裡面還有一個叫 金屬量子顯色的技術 然後讓它的顏色呢 更美 更漂亮 那為什麼在這邊看會更漂亮 因為過去的電視呢 都是用8bit的位階 那現在呢 最新的都是用14位階 所以 8位眼跟14位眼光 顏色就差十萬八千 可以讓顏色更豐富 哇塞 你看這樣子看 為什麼 會3D的感覺特別清楚 因為它這次增加一個 AI的3D的這個 立體景深的技術 這是什麼意思呢 它的AI呢 可以自動去分辨 譬如說這個是前景 這是後景 那麼利用AI呢 想辦法讓前面這個 跟後面的景深呢 可以感覺的更明顯的落差 整個看起來就會更立體 所以它必須要透過非常強大的處理器 才有辦法達到這樣的效果 過去呢是16個神經演算效能 也就是因為它現在提升到20個神經演算效能 才有辦法讓我們做到後面這些細節 所以它其實不是只有做一個簡單的處理而已 它非常多東西 它基本上幾乎都全部在全面幫你8K的修圖 所以難怪我覺得我的空拍機 畫質什麼時候變這麼好了 我的這4K的畫質 怎麼來到這邊 真的就像8K一樣 超強 那這樣是不是相機不用買太多 靠它就可以了 三星的電視呢 它本身呢最早就有一些護眼的技術 它有一些AI的功能 可以讓你在長期間觀看的時候呢 它會開啟一些聰明的護眼模式 明暗偵測有沒有 這個AI智慧環境偵測的技術呢 是根據我們的環境的光源 它可以提供一些最佳的設定 然後可以讓顏色對比啊 然後還有畫面整個看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 它本身有降藍光的這些技術 再加上抗閃爍 這樣子的螢幕保護我們的眼睛 這個技術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最近使用起來呢 就感覺在看電視比較沒有遇到那種 譬如說看到一半覺得眼睛乾涩的這樣的情況 然後最棒的就是它可以跨裝置 譬如說你像Apple TV啦 Apple Music啦 iOS啊 Android OS啊 像Windows 或者是三星的像SmartView 都可以用 所以呢它是可以直接都投屏到上面 還有三星獨家的DEX無線多工運用 我這些通通都可以直接投屏上 你們不要再說我都沒有安卓手機好不好 我真的有在用安卓手機 你們看這次三星S22 給你們看 這是我的座部 你們看它的亮點 PoneHub現在也出App了 可以直接投螢幕到8K的電視 投給你們看 然後它的音效呢特別的厲害 一般我們的電視機 你如果沒有裝什麼Soundbar啦 這些另外的揚聲器 我們通常很多電視機 它的聲音是從前方這邊出來 但是這一台呢 它的邊框你注意看 它邊框這邊呢 看起來像散熱孔對不對 我放在這裡 揚聲器藏在裡面 就像環繞音效一樣 它的聲音非常立體 那你一定要問我說 那這樣聲音是不是很單調 沒有 它重低音跟高低音的喇叭呢 也有 就在螢幕的背面 這邊有幾個 高音跟低音的喇叭 我用手輕輕觸摸它 就可以感覺到 重音才震動 微微的震動 超厲害 那另外呢 這個電視機呢 因為它本身它的喇叭 揚聲器就非常好 但是還有很多的功能 就是AI的回聲 定位技術 這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家裡每個人 電視的擺設 或者是家裡的環境不一樣 有些家裡 可能產生會有回音 你知道嗎 透過聲音定位的技術 它會去自動偵測 然後再去調整 它聲音的揚聲器 讓你的聲音感覺 就好像在現場 在觀看的這種感覺 就不會因為你家裡的擺設 會影響到它本身應該有的音質表現 它有個AI的自動抗噪的一些技術 去年我們有跟它拍過一次 這旁邊用吸塵器的時候 其實電視的聲音呢 它是有做一些修正跟改變的 今年的三星呢 它本身呢 一樣是有杜比 但是它又多了一個叫魔術音效 那透過這個技術呢 它也可以展現出像那種 天空聲道這種感覺 那所謂天空聲道 其實就是環繞音效的意思 那一般像你的單體 或者是你的聲音在你正前方 你要呈現一個像環繞音效 通常我們這上面還在裝衛星喇叭 譬如說後面再兩顆 但是呢 它這個技術呢 直接我們的電視本體 就可以做出這樣子的效果 但是這麼厲害了 如果我們再搭配它本身的Soundbar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所以我想要試試看 我們這次呢 還有一個重低音在這個地方 那麼我的沙發底下呢 還有兩顆小顆的 你可能會想說 那後面的還要接喇叭 然後它接線很麻煩 我不告訴你 它更厲害它是用無線的 我們聽聽看它的重低音 喔這邊就有了吧 對 它這個就是聲波透鏡的技術 可以讓你聽到重低音的效果 現在目前只有電視揚聲器的輸出 按一下 電視加Soundbar全部一起輸出 所以一般我們在看電視的時候 我都是用這樣子 那有個更有趣的喔 你如果用這樣子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在看像那種Discovery 或者是像 國家地理頻道 它們有一些人聲 會從Soundbar出來 但是音樂從電視出來 它電視本身呢 是可以達到4.2.2聲道 三星電視呢 加上Soundbar 就可以達到所謂的 魔幻音場2.0的音效 所以我覺得你家裡的空間 如果是可以的 預算也是可以的 我會建議你可以買這個 Soundbar的系統 我覺得那個效果真的會差非常多 然後我跟你們說三星的智慧選單 這次是我體驗覺得蠻驚艷的 像我們看喔 裡面它有非常多的節目 像有Netfree啊 迪士尼啊 然後還有像這個 Amazon的 Apple TV 那你要看哪一個節目 你可以隨選 但重點來了 你如果今天我要玩PS5 不是在這邊選的 一般都是要跳到旁邊去 然後選HDMI 也就是輸入遠 從哪邊進來 但是呢它非常厲害 就是你HDMI只要一接上去之後呢 PS5只能跳到這一排 這個地方這裡 也就是快捷鍵 你不用再去選HDMI 的輸入遠 它直接就在這地方了 我們選PS5 PlayStation 5 喔它臉是 臉上粉刺者那麼多 這畫面漂亮 嗯 看到嗎 56K 它最高可以到 4K 120幀的更新率 然後HDMI 2.1呢 就搭載了4組 裡面都支援了VR 跟HG IG的規格 所以呢 它是非常流暢的 最主要它的規格呢 AMD的認證 所以呢 在玩遊戲的時候呢 它可以支援最高的更新率 畫面呢可以非常的高速 而且不卡頓 不撕裂 讓你在玩遊戲的時候呢 可以有一些最佳的效能 所以剛剛在玩起來呢 它的畫面其實是非常非常流暢的 就是你PS5呢 它已經有非常高的效能 但是我們的顯示器呢 必須還是要跟得上 不然呢 它的顯示畫面呢 就沒有辦法達到最佳的狀態 除了剛剛講的這些功能之外呢 游泳機上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功能 叫做多重視窗鍵 那這個多重視窗鍵按下去呢 可以讓你啟用這些多重的視窗 裁切 而可以放大 比例也可以放大縮小 看你要自己怎麼調整 每個細節看那麼清楚 沒有一個人可以逃離我的掌控 欸 怎麼有人上班時間爬在桌子上睡覺啊 這是誰啊 欸 他怎麼在睡覺啊 現在是中午休息時間 喔 真的嗎 喔 不好意思 誤會了 誤會誤會誤會 誤會啦 休息時間嘛 對啊 很合理 休息時間可以喝酒 好 我跟大家講喔 現在因為大家都 沒有什麼耐性 現在很多年輕人喔 不只看電視打遊戲 他都是雙螢幕 我已經講過非常多 是我的兩個兒子 他們一邊玩遊戲 他們的背景還在聽YouTube影片 現在很多年輕人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種投屏的方式 真的是太方便太方便了 就是我可能可以追劇啊 我右邊看股票啊 右下角可能放個監視器 或是什麼 你可以一邊看電視 然後一邊可以監控 啊不是 有些人家裡有小baby有沒有 超讚的 你如果你在媽媽啊 今天喔 小孩子終於睡著了 把他放在一個床上面 那我就不用再用手機在那邊看監控 你知道嗎 我全部把他投屏到電視上面 我一邊追劇 休息一下 然後小孩子如果翻身了 然後需要注意一下 再進去房間裡面 這樣不是很棒嗎 我跟你們講喔 他最多可以投4個訊號員 有手機啊 然後還有他電視本身的訊號 然後網頁版的 通通都可以 總共可以4個 因為他有8K 每一格的解析度呢都非常好 就不會因為切割之後 又放大 然後畫質變差 他可以同時最多兩個聲音源 也就是譬如說 你是4個視窗 你可以選其中兩個要播放聲音 再來就是 他的比例呢 是可以各自去調整 譬如說你看 我現在看這個 YouTube的東西放到最大 也可以 就非常清楚 那麼最近呢 大家在討論的就是NFT 那你在買NFT的時候 通常都必須透過手機啊 或者是電腦來購買 不過這次呢 2022年的三星電視機 也是NFT的藝術品 投資於展示中心喔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透過電視啊 直接在上面 欣賞NFT的藝術品之外 可以在上面買NFT的產品 來進行收藏 之前我們有聊過呢 三星品牌的永續經營 而且呢 它採用的是太陽能的 智慧型的遙控器 那電視紙箱呢 還是使用環境友善包裝 全面減少了彩色的油墨印刷 降低碳足跡的產生 並且可利用紙箱上的 原點標記來測量單位 進行再製造 賦予紙箱包裝第二個聲明 那另外來 這次為大家介紹這個 太陽能智慧的充電遙控器 它採用的是廢漆塑料在製成的 並且有兩種充電的方式 一種是透過機身上面的 Type-C充電 另外則是用太陽能來充電 然後透過室內光源或室外的光線 都可以替遙控器充電 這樣子的功能 預計7年可以省下 9900萬顆的廢氣電池 也更環保 所以今年呢 又增加了無線色頻烈能技術 可以透過Wi-Fi 路由器等裝置 無線色頻去補充遙控器的電力 這個功能真的是一項黑科技啊 好 這次非常開心呢 可以有將近快兩個月的時間 跟大家體驗這個 三星Neo QLED 8K的量子電視 那麼以前我從來沒有用過這麼棒的電視 頂多就是展示間這樣看一看 我們現在家裡幾乎大概都是4K了吧 4K已經算非常普及了 但你如果用8K之後再回去4K 你就會真的非常有感 早期4K剛上市的時候 很多人說不需要 現在大家都用4K了 那8K呢 我覺得是再不久 馬上就是未來的主流 我覺得你如果喜歡看這種高畫質 用這種電視機啊 就可以把它的效果跟畫質發揮到最好 提供給大家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去三星的賣場 看一下網站 我們底下連結呢 也會補充這些產品的資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喔 兩款不同的尺寸 大家可以去參考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地方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各位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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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